大家好,我是小曼 我是小江 我哥不是房子装修好了 差不多花了10万块钱左右 他最近那个房子租出去了 一个月租了是1600块钱 30一厅的 感觉还可以 然后我爸说今天过去看一下那个房子 那你过去吧 因为我哥一家这几年是在银川工作生活 暂时也不回来住 如果他那个房子闲置的话 会有物业费 还有暖气费要叫30% 还有车位费 一年算下来 也差不多10万块钱了 所以他暂时考虑把那个房子租出去 也能抵消一点费用 10点准时结束 快点快结束了 上午就说乡下班 上班隧道 来我搁了新房站看一下 我爸说装修好了 然后最近再过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刚下过雨 你根本来过这里 你还记得没 嗯 嗯 对 坐在这儿 想起来了 爸 是不是给萌萌拉过这里 15楼吗 15楼 你还记着 房子应该走出去了 做了一个办公室 现在看完房了 让哈岚在小区底下玩一会 一会在这附近吃个饭 走吧 前面坐一会 这里边 妈你坐这边 这铁这道是吧 嗯 嗯 有点饿了 我还有一点渴 你再一会儿去吃饭 中午再要吃个葫芦头 用了一个优质葫芦头 还有两个丸子筑膜 这个也是自己搬磨的 这是搬气面磨的 还是四面的 搬气葫芦头泡膜 磨的就肥大一点了 他就拿这个夹子夹到晚上 这是油脂鸡 这种葫芦头简介 这要吃三 这个有葫芦头 这就是扎肠 瘦肉花 豆腐鸡 豆芽豆腐 还有奶茶的 奶茶的酒 你吃本茶的 吃 啊 吃吃 看来挺美的 你咋叫葫芦头 你这段吧 嗯 你咋叫葫芦头泡膜 我吃肠子 葫芦头泡膜 这就是炸出来的那种猪肠子 像葫芦头 所以叫葫芦头泡膜 猪大肠 大肠头膜 我发说要就算吃 但是我没吃过葫芦头 你喜欢吃那种大肠 看 这就是葫芦头泡膜 哦 猪大肠 大肠头泡膜 嗯 吃个丸子 香不香 香吧 母亲在这吃 母亲也吃不着 丸子泡膜了 母亲吃啥丸子吗 葫芦头 别吃丸子 这个是什么 酥肉 不要乳 我不要你吃 酥肉 小鲜吃饭就这样 拿着筷子 往这里 不用小子 那个你把丸子都剩到碗 吃把丸子吃了 吃一个丸子 喝一口汤 汤看着还挺好喝的 这个汤还喝一口喝的 嗯 吃饱了吗 吃了三个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